晚上六點一到 這一家吃到飽的酸菜白肉鍋 一眼望去 只見座無虛席的人潮 客人紅通通的臉頰 搭配大大滿足的表情 暖和了這個寒冷的天氣 來了 幫你加火鍋 有沒有第一次來的朋友 有喔 在這邊吃飯跟在家裡吃飯一樣 媽媽煮菜不用點餐 她會一直幫你加 很溫暖 很適合 冬天變冷的時候來 店是比較小 可是就是 東西好吃的話 就可以來試試看 很熱情 對啊 就是 換一下回家的感覺 非常好 我已經來好幾次了 為什麼 因為太好吃了 剛剛都很甜 剛剛好 不會 就是 嚇到好處那種 對 不會太酸 然後又有帶有酸味的甜 最好吃的餡皮來個 哇 韭菜盒 吃完可以在家 來 來點辣肉怎麼樣 好棒喔 你看 你們看都沒有吃完喔 要繼續努力喔 把剛出爐 熱騰騰的美味 豪邁的往客人盤子裡放 不只酸菜白肉鍋吃到飽 道地的湖南辣肉 還有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酸豆辣肉炒飯 手工蔥油餅 韭菜盒 豬肉餡餅等北方面食 不怕你吃 就怕你吃不飽 展現滿滿的誠意 從來白鍋它湯頭就是酸 但是不膩 然後吃了可以 就是會回甘 然後又想要吃別的東西 就會一直吃 350塊然後就 老闆娘就會一直上很多菜 讓你吃 讓你選擇你想要吃的 然後你就無限的蓄點這樣子 很棒喔 那個酸菜味道 跟別的店不太一樣 他們的小菜真的煮得很好 我們很大的因素 是因為他們的小菜 才來吃這個東西 好料一箱 加上熱情的服務 人情味滿道溢出來 這裡越夜越美麗 還沒來點音樂啊 炒飯 是不是 切蔥油餅 剛剛是蔥油餅 切菜 所有的炒飯 再叫做食物 造型喜感又充滿活力的是館長曾莉中 獨一無二的沖天泡髮型 展現他獨特的個人魅力 他總是能夠帶動現場的氣氛 把客人逗得笑呵呵 他很喜歡帶動那個氣氛 他有時候上菜上了一半 就跟客人說 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上菜得很好 然後就會跟客人來點掌聲吧 爸爸其實一直有個明星夢 我覺得 祖籍湖南 出生在戰地馬祖的曾莉中 因為物資缺乏 家境並不寬裕 一家八口 六個兄弟姐妹 只能住在三平大的房子裡 懂事的他 希望能早日分攤家計 於是十五歲 就來台從軍